医院的内线深夜将消息传给了陈淑婷 陈淑婷叫醒高启强告诉他这个消息 惊得高启强立即清醒 一大早立刻安排高小生与老莫跑路 老莫放不下女儿黄瑶 高启强想得周到 让老莫送黄瑶到自己家里面 由陈淑婷照顾 老莫回到了鱼摊 从鱼缸里拿出了自己潜藏的跑路钱 准备送黄瑶去高启强家 世界就是这么巧 就在回家收拾女儿行李时 正碰到了安心和徒弟盘查自己的冷藏车 老莫托遇警察立刻认出了安心 安心一看是老莫也有些惊喜 看到老莫的女儿黄瑶这么大 也觉得亲切 听老莫介绍自己现在一直卖鱼 心中感觉到了异样 聊天中偷摸在车上做了个标记 因为黄瑶的女儿在场 没有做进一步的动作 暗示徒弟镇静离开 此时安心接到队友监控 到高小胜定了11点 一张去香港 一张去日本的机票后 立刻不妨警力围堵两个航班 守株待兔 哪知道机票就是个幌子 小胜根本没有出现在机场 安心知道后 带徒弟前往高启强家中 等着高启强回来 试图从高启强的对话中 寻到小胜去向的蛛丝马迹 狡猾的高启强哪能露出破绽 没有丝毫收获的安心 问不出东西 起身离开 出门时黄瑶见到安心 热情的问号 这一声问号让高启强听到 安心走后 高启强马上问黄瑶 才知道上午安心 已与老莫偶遇 高启强感到了强烈的惊恐 老莫有可能已经暴露 而整个事情都有可能 因此而全面暴露 高启强立即告诉陈淑婷 老莫已经暴露的事情 安顿陈淑婷 立刻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 订的还是单程票 陈淑婷猜出了高启强的意图 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 他对这段时间 数次不安定的工作机场 厌烦透露 发脾气归发脾气 陈淑婷还是立刻带着孩子 去了香港 有了对老莫的猜疑 高启强带着徒弟 去了旧场街的菜市场 鱼滩已经是人去楼空 从旁边的滩主 也得知了老莫与小虎走得很近 这一切都印证了老莫 是高启强的内圈关联人 安清提审张大庆认人 没想到张大庆真认出了老莫 他记得当时查验 对比过老莫的身份证 执政老莫 就是满村工地的命案凶手 有了这些人证物证 京海公安发出了 对高小胜与老莫的通缉令 高启强再次被请来问话 解释黄瑶为什么在家里 自然一身毫无牵挂的高启强 早就准备好了答案 他称自己在老莫出狱室 看男人可怜 帮了老莫一把 之后老莫每年都会 礼节性地送海鲜水产 表示感谢 孩子之间也慢慢认识 又是同岁 就玩到了一起 高启强回忆六年前 也是在这个屋子 大年三十与安清初次见面 无奈人在事已非 两人想起往事 都感到了莫名的愉快与伤感 安清这么多年 肩膀上只多了一颗行 而高启强 都从一个卖鱼狼 成了金海的地下之王 高启强能够面对警察 强装震惊 但是他试图抹掉弟弟的案子 却全盘失败 他找不到任何渠道 能够干预小生的案子 曾经指高启强的高启强 这次是真豁得出去 他常跪在太叔面前 哀求太叔帮帮自己的弟弟 对高启强祈求的回答 令高启强绝望 高启强拯救弟弟的努力 走到了穷途末路 唯一能做的选择 就是干掉李鸿伟 此时小生与老末 已经逃到了偏远的渔村 终日躲在渔船上 老末过这种日子 没觉得什么 但是小生终日 在城隍城口中度过 刚吃完方便面 老末接到了高启强的电话 让老末回去 挂了电话 老末意识到 这么紧的风头 让自己回去 心感微凉 他乔装后 从水路赶回了金海 秘密会见高启强 高启强 这次是要做掉 最后一个松散线头 李鸿伟 但是提醒老末 一定会遭遇安心 老末一直以来 对安心六年前 为自己做的事 心存感激 对高启强提出暗杀的任务 首次表达了退却 高启强没有勉强老末 觉得老末好久没见女儿了 替老末拨通了 陈淑婷的电话 让黄瑶和爸爸通话 而此时同在香港的小龙 莫名的要过了电话 就为告诉老末 自己在香港陪着黄瑶 这个暗示 老末听懂了 陈淑婷也听懂了 老末热泪纵流 最后一次感谢高启强 多年来照顾自己与女儿 高启强拍拍老末的肩膀 头也不回地走了 留下老末 独自一个人 颤抖地掏出了 一个女儿最爱的棒棒糖 当晚老末开了冷藏车 去了医院 安心几个人取外卖时 注意到了这辆冷藏车 上前查看 摸到了自己 曾经留下的印记 知道这是老末来了 全体警员加紧寻查 果然堵到了一个可疑男人 一群人四处围追堵截 抓到的竟然是唐小虎 安心意识到这是调虎离山 赶紧回头到了李洪伟的病房 却被老末持枪抵住 此时的老末背着炸弹 黏了引爆器在左手 一群人不敢轻举妄动 对安心心存善念的老末 给了其他无辜的人 撤离的时间 一时间整个楼层疏散 楼下围满了警车 老末提出让安心离开 我只对付李洪伟 安心试图说服老末 告诉病床上躺着的 不是李洪伟 真的李洪伟早就伤重死亡 从官方渠道传出的 李洪伟日渐康复的消息 是假消息 是安心汇报局里 做出的最后的一个迷杀局 就为迷惑打击搞起枪 老末听到这个故事 情绪渐渐激动 他拿枪指着张彪 靠上自己 并且让张彪扔出了配枪 安心扯到了机会 以张彪试图制服老末失败 视死如归的老末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警惕地将引爆器对着地面 即使死 也要见到李洪伟 张彪不停地催促着 把李洪伟的尸体退来 而安心则希望老末能够活下去 但是老末知道身上的命案太多 活下去也是死路一条 还会搭上女儿的一条命 他一条条地说出了 自己杀过的人 最后叫过安心 越来越低的声音 讲起了自己2000年前 还杀过一个人 随着生命走到最后一刻 老末掉转了引爆器的方向 此时的老末 不再是那个穷穷极恶的杀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选择了让有恩于自己 帮助自己找到女儿 更帮助自己与女儿团聚的安心 活下去 他用自己的命 守护住了女儿的平安 老末走了 却带来了师父草闯的死亡真相 也意味着很快可以重启案件的调查 安心再次提醒李响收手 李响依然坚定 李响的坚持真的有用吗 李响的坚持真的有用吗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 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 此时 谭思岩举报信的内容看 甚至有公安系统的人在通风报信 隐隐觉得 这就是理想干的 皮条秘书认为要找一个新的马仔来做掉谭思岩 他提出了走投无路的高启强 王秘书很快收到了高启强的招待 进屋后美女迎候佳肴伺候 小心的王秘书看到摄像头紧张不已 高启强只解释 这都是做样子 自己懂这个规矩 王秘书依然警惕 背对着摄像头开始与高启强打起哑咪 暗示高启强在处理小盛的事情时没有找对人 高启强表了态 王秘书指出了证捷 现在关键的证据高启强都已经搞定 为什么公安局还是死咬着不放 这是青海市委面对省里的关注 缺一个台阶下 高启强急切的想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王秘书提出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找麻烦 想获得上头的帮忙 就是让两个人消失 高启强立刻答应除掉谭思岩 但是对干掉理想略有吃 王秘书见状饭也不吃 转头就走 临走时扔下了一句 高启强十分恼怒 但也很快平静下来 安排小虎部署底下人把谭思岩先做了 交个投名状 此时陈书婷的电话打来 询问什么时候能够回京海 黄瑶吵着想见爸爸 高启强顺着话告诉陈书婷 老莫已经走了 陈书婷在香港想了很多 他对这种不安稳的日子产生了深深的抵触 他觉得这个家这么折腾下去就快没了 你收手吧 换个活法 高启强似乎没有感受到陈书婷的伤心 也没有清楚陈书婷的坚决 或者说他听出来了 但没有放在心上 陈书婷放下电话 看着失去成为孤儿的黄瑶 隐隐下电话 这都要rov顺下电话 隐隐下电话的觉性 隐隐下电话 alph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